大家好,我是润土的小迷妹,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只要碰到水,就能瞬间修复,还能召唤海龙马的故事,波西杰克逊与魔兽之海。 在奥林匹斯山上有一片神秘的森林,这里住着一群半神半人的孩子,海神波赛东之子波西,雅典娜之女安娜,半羊人山羊哥,他们是神族的后裔,每天进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。 小神人在玩耍的时候遇上了怪兽,迪斯的女儿就为了保护这几个子儿,被打成了重伤,在剩最后一次血的时候变成了一个守护树,成功守护了半人半神的集中营。 七年以后,小神人们已经长大了,他们依旧每天都在训练,波西在这里碰到了自己的哥哥半人半神的独眼怪,好久不长,日子就变得纷乱起来。 有一头疯眼神牛撞碎了保护罩,冲进了森林里,喷火牛像是发了风一样的横冲直撞到处撞人,一路喷火, 无人能敌,关键时刻,波西拿出了自己的神剑,大家齐心协力用波西的大宝剑插死了神牛,一声巨响,伴随着巨大的火光,牛炸飞了。 原来是冥王哈迪斯的儿子路克背叛了神族,扬言要杀死所有半人半神的孩子们,后来他们发现结界外的大树中毒了,防护罩也出现了裂痕,不能继续保护大家的安全。 解决的办法就是到魔兽之海,找到金羊毛,而魔兽之海恰恰就是百慕大魔鬼三角区。 于是,波西带着安娜、山羊哥去寻找金羊毛,波西给泰森喷了一种喷雾,这样就能变回正常的双眼。 他们坐上地狱三姐妹的幻影神车,并获赠了几个神秘的数字,经过一路颠颠撞撞,他们来到了华盛顿,可刚下车,山羊哥就被路克派人抓走了。 于是,三个小神人找到了神的使者,赫尔摩斯,通过双头蛇的指引,得知了山羊哥的下落,在一个游艇上。 三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海湾,却发现游艇已经开走了。 作为海神的儿子,泰森发挥了自己的超能力,直接把手放进海里,召唤出了一条海龙马。 众人骑着海龙马,一路高歌猛进来到了游艇,而路克告诉他们,山羊哥被送到了魔兽之海,一言不合,双方就干起仗来,还上演了乘风破浪的精彩气氛。 结果大家在乘坐救生艇逃跑的时候,掉进了魔兽的肚子里,在这里遇到了战神的女儿,原来她也是来寻找金羊毛的。 在战神女儿的帮助下,他们打破了魔兽的卫壁,顺利逃了出来,而之前获得的神秘数字,其实是金羊毛的坐标。 众人来到了金羊毛的位置,没想到看守金羊毛的却是一个独眼巨人,而独眼巨人有一个弱点,就是近视眼。 山羊哥也被关在了这里,通过假扮独眼怪才活了这么久。 在大家的机制配合下,顺利拿走了金羊毛,而在回去的路上,又被陆克给截住了。 看薄熙不愿交出金羊毛,陆克准备开枪,泰森直接上去替薄熙挡了一枪,然后掉进了水里不知死活。 陆克最后抢到了金羊毛,把最厉害的火焰怪给复活了。 往往没有想到,火焰怪却把陆克给吃进肚子里,大家赶紧对着火焰怪一波输出。 薄熙再次拿出了神剑,和火焰怪大战了108个回合。 危急时刻,泰森复活了,原来身为海神的儿子,只要碰到水,就能瞬间复活。 在大家的一头努力下,火焰怪被重新的封印了起来。 陆克被释放了出来,却沦为了独眼巨人的下酒菜。 最后,薄熙夺回了金羊毛,带回了奥林匹斯山,不仅修复了守护树的保护罩,还把迪斯的女儿也复活了。 半人半神们继续过着乐逍遥的日子,这是一部不错的奇幻冒险电影,而泰森只要碰到水,就能瞬间修复的超能力,简直太酷了。